哈囉各位一點好朋友大家早安 那我們今天來持續關心我們的這一顆一束多品的芒果 那今天發現了一件很稀奇的事情 我們今年從虎尾皇兄 那邊拿過來一些龍眼蜜 還有那個秋蜜芒果的結穗 嫁接在我們土芒果上面 這是嫁接點 這個結穗呢很神奇的竟然開花了 今年嫁接都還沒有完全癒合 還沒有完全癒合 然後他珍木的上端的部分這個地方 這個珍木上端部分還沒剪掉 他也還沒還沒拆 這個嫁接帶也還沒拆 他就來花了 而且看起來有點弱勢 像這顆 花 很明顯的來花 來花但是他造成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造成他這個結穗看起來很弱 來花了這個也是 這個倒是還好 今年可能兩三個月而已 幾個月而已 嫁接的這個芝條 芒果枝條來花 這應該不算是好事 等他看狀況 看之後觀察下來的狀況 他如果越來越健壯的話 再看要不要留 不然的話應該是90%應該會把它拿掉 不要讓他影響到他 剛嫁接下去 那個 的那個枝條 這是我們 今年 年中之後 年 接近年 年中之後 八九月那附近吧 我記沒記錯的話 那時候才嫁接了 土新燒土稅之後 竟然 現在十二月 今天是中華民國 一百一十年 十二月的 十 一號還是十二號 忘記了沒關係 不重要 來花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之前我們嫁接的 我們之前 去年嫁接的部分 去年還是前年嫁接的部分 他接稅長還蠻不錯的 那 今年 也來花了 這個花呢 我應該就留了啦 因為他算是已經不是第一年 他不是第一年的 那個 之燒了 他是已經第二年之燒 來花了 這個我就留 這裡也有 這兩支是同一個品種的 那另外這邊又不同品種 這個也來花了 這也是我們嫁接上去的 這個沒記錯的話應該是 是 是精密嗎 有點記得好像是精密喔 是從彰化 彰化那個 趙陽醫師那邊 拿的接稅 都來花了 這邊的花就比較明顯 比較漂亮 假接的東西喔 就是快 就是快 那上面這個 黑箱 黑箱 它一直往上衝 那一般的黑箱的枝條 會比較軟 那這隻喔 這隻比較奇怪 假接在這個土板果上面的這個枝條 一直往上衝 沒有掉下來 還沒看到它開花 一直往上衝 這個因為 我本來想要把它拉下來 拉下來 但是我怕底下這邊 我怕這邊 這邊拉下來的話 因為它還沒有全部包覆起來 我怕會把它折斷 暫時就不要了 那其他嫁接的 那個芒果 目前 就沒有看過 還沒看到萊花 還沒看到萊花 那其他的 上面還有一些塑膠袋 還沒拆開的 但是我們 應該是上個月底還是 這個月初 這個月初還是上個月底 上個月 才嫁接的三款酪梨 三款芒果 包括野芒 還有所謂的哈 哈什麼 看一下 哈什麼勒 忘記了 要看影片 總共有三款 這三款 我們還沒辦法拆 因為最近這幾天比較冷 天氣比較冷 我怕拆了之後呢 它會影響它的發芽 等天氣暖活之後 我再把它塑膠袋把它拆掉 OK 這張分享 你看今年 剛嫁接成功的 土碎之後 馬上帶花一R出來 這應該不是很好 我們後續觀察看看 看看 要怎麼處理 好 就這麼做紀錄了 一束多品 目前已經達到應該有第十品的一個芒果 一個芒果的一個紀錄 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